同学们好,继续学习合并财务报表 那下面我们看第五节 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非同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那第二个,非同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购买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 就说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 实际上来讲就是合并前也根本没有关联方关系的 这是非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在合并时也说过用的是购买法 那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非同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既然是购买法 那在购买日的一天要将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地调整到公允价值 这是在合并报表上调的 人家个别报表别动人 体现购买日在合并报表上反映子公司的资产负债 都是公允价值的数字 我们调的时候以固定资产为例 那一般来讲都会说资产的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数字要大 要高 借固定资产原价 代方代资本公金 对于合并报表上由账面调到公允 如果公允要是高的话 我们应该要确认地盐所得的负债 所以调的时候呢 代资本公金呢 借记资本公金代地盐所得的负债 其实在合并报表上这种控股合并 别管是属于特殊税务处理 或者叫免税合并 还是应税合并 它跟吸收合并不一样 因为计税基础 它是针对于法人而言的 也就是说你别管是属于应税合并 或者是特殊的税务处理 计税基础 那就是子公司 原来计税基础是多少反应多少 不会说因为应税合并去改变子公司 它账上的一些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因此我们把它由账面调到公允 公允要高 对于资产来讲就得确认地盐所得的负债 吸收合并不是 吸收合并因为被购买方法人资格消失 我们是把被购买方资产负债 那是我们自己账内 我们现在是法人 那你说被购买方原股东 要是交过税 好了那我们肯定计税基础 就跟公允是一样的 他要没交 我们这边计税基础不能改变 这是在商与部分曾经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在资产减值 不确认商与的那种情况 那些谈过 但没有特别情况 虽然有人在这里面还谈 合并报表现有什么应税免税不合适 我在所得税部分也曾经跟大家谈到过 就是说 证监会发布的公告 那其实比较合适 还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不说是企业合并 确认地盐所得税对应商与吗 那有同学说 那你这里为什么是资本公积 其实 这一块的资本公积最终是要被抵掉的 不是说真的 以资本公积形式在合并报表上出现 因为在购买日这一天 母公司长期股价投资 要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形成对冲吗 这时候都谈到过 一定要把它给冲掉 所以最终影响的还是合并报表中的商与 没有任何问题 那接下来 母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就要进行抵消 这个原理前面都谈到过 也就是说长期股价投资代表的是被投资单位资产负债 那购买日这一天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都进来了 不用代表了 把它抵了吧 同样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也不应该存在 把它抵掉 具体来看 我们借方借记股本 这个资本公积肯定是属于调整之后的资本公积 因为我们认定的是购买日的公允 你要把一些资产负债由账面调到公允寄到资本公积了 我们如果确认过地盐所得税也对用资本公积了 那是在他账面资本公积调整之后的数字 把它抵掉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攻击未分别的人都抵掉了 代方代长期股价投资 然后呢就是少数股东权益 非全的子公司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这种情况呢 合并成本 合备购买方可辨认经资产公允价值就可能不一致 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借方差额就是商欲 那如果是代方的负商欲 非统一控制购买日不会涉及利润表 一般的来讲不会出现负商欲 你就知道借方差额 反映到商欲里就可以了 所以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要确认了地盐所得税负债了 对应的资本公积 这个数变了 这数变的反正他不管多少都会被底掉 最终影响的不就还是商欲吗 因为商欲是倒挤出来的呀 所以对于企业合并 那确认的地盐所得税负债影响的就是商欲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实际上是去年的教材上的 今年我们把它给删了 原来是在企业合并的一章 我觉得这个题很好 我们还是一起看一看 找找感觉 P公司发行1000万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一元 市场价格是8.75 取得了S公司70%的股权 P公司和S公司资产负债表有关数据 那下面这个表X所示 我就不把它按照书上的去编号了 单边 假定说表X 假定不考虑所得的影响 那不考虑所得的影响 就不会涉及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 由账面调到公允 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问题了 那这里涉及到有P公司的 一些项目的账面价值 S公司这边呢 有账面的有公允的 那大家应该清楚 就说 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法 在合并报表上 要把S公司的资产 负债由账面价值 调到公允价值的 你比如说 像存货 账面价值255 公允价值450 那你在合并报表上 就要把存货 相应的调增195 你相应要调增 我们就会有借存货为195 应收账款 货币资金这没有问题 都是一样的 没变化啊 这块 然后你长期股价投资 账面价值2150 公允价值3800 那要调增1650 所以你会看到 有账面调到公允 会借长期股价投资1650 我们再看这块的固定资产 账面上是3000 会有借固定资产2500 无形资产呢 账面上是500公允 1500 那会借记 无形资产 1000 这是资产这边 负债呢 账面跟公允 S公司都是一样的 那些就没有条 好我们具体来看 第一个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应该按照合并成本来进行计量 说到发行股票是1000万股 每股的市场价格呢 是8.75 1000乘以8.75 那就是8750 这个数字 按照购买日的收盘价 如果说题目要出的话 这个题直接告诉 说市场价格是多少 那都一样了 要不然是按购买日的收盘价 我们前面也谈到购买日的确定吗 就取得控制权的一天啊 贷方贷股本一钱 贷方资本攻击股本一价吗 那差额7750 这是说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计算确定商与 那商与的概念啊 应该是合并成本 和购买日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差呗 合并成本是8750 购买日这一天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 这里告诉的是10850 账面上是5505 如果说我们把那些资产 当然也包括负债 如果有的话 由账面调到公允 最终算出的所有者权益 按照公允价值反映的是10850 那现在就应该是 8750减去10850 乘以70%吗 合并商与1155 那就这个数 如果说考虑所得税影响的话 那你公允跟账面不一致的差额 当然你在调的过程中 肯定要考虑所得税啊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题目 就是以这个无形资产为例 无形资产为例呢 账面价值是500 你调的时候呢 如果不考虑地盐所得税的话 借房借记无形资产 贷资本公积只有一钱 你要考虑地盐的话 如果税率25% 还会借记资本公积 贷房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250啊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和平商与了 不是说简简单单的 好像差一千 调增一千 净资产就多一千了 那不是的 如果所有的资产都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账面价值是5505 公允价值10850 那整个差额呢 没有考虑所得税的时候 是两者之间的差有这么多 10850减去5505 如果说你要考虑地盐的话 其实还要用它常以一减25% 才变成真正的所有者权益增加的数字 如果那样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商业的数字了 所以就说 在购买日这一天 你要确认地盐所得的负债 或者地盐所得的资产 一定影响购买日的商业 没有问题 之后呢 说编制调整和抵消分路 在合并报表上 要将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允 我们也看到表上的数据 存货要调增195 那你就借存货 不用写库存商品什么的 我们是对报表上的项目做的调整 直接用报表项目 那借方长期股权投资1650 把长期股权投资由账面调到公允 固定资产呢 那借固定资产2500 无形资产1000 这块的代方代机资本公司5345 其实你也会看到代资本公司5345之后 表格里面你会发现 原来是5505 然后再来个5345 加起来正好10850 要是考虑地盐所得税 那当然就会有借记 资本公司5345 比如乘以25% 代地盐所得税负债 那乘以 也是一样的 5345乘以25% 如果是这样 你会发现净资产的数据发生变化了 所以最终影响商与了 那下面 长期股权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的权要抵消 抵消呢 我们看表里面 子公司所有的权被抵消 实收资本 当然我们要抵消2500 资本公司不行 因为资本公司 我们做分路呢 还有一个5345啊 所以你会发现 资本公司抵消的1500 还有加上5345 因为我们 把资产由账面调到公允 调增5345啊 盈余公司500给了 未分配利润1005 这些都要抵掉 那你看 这里面 这个数 1500 原来账上有的 再加上一个5345 会有呢 借记实收资本2500 资本公司6845 就这么形成的 然后是盈余公司500 未分配利润1005 代放长期股权投资8750 那少数股东权益 可变成金资产供允价值 10850 然后我们要乘以 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呗 30% 是这样呗 那最终就会看出 借房商与1155呗 所以商与的计算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核并成本 和被购买方可变成金资产 供允价值份额的长 所以商与呢 现在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少数股东那边并没有反应 如果说以后 我们真的商与的确认 尽量也改成实体理论的话 在合并报表 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1155 除以70% 那是总数 然后你再乘以30% 少数股东享有的 我们会增加按照这个数字 增加商与 增加少数股东权益 但是现在实体理论 没有用 我们商与用的是母公司理论 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部分 就这样吗 同样呢 你会看到 如果这里面的资本攻击 如果考虑所得的影响 这就不是535了 应该是535乘以75%的数字呗 那你会看到 这个数字 当然它相应的就变小了 变小加大商与 所以我们原来 带地盐所得的负债 不就对应是商与吗 其实就这么回事 你说 看似对应资本攻击 但是子公司 我们经过调整的资本攻击 是要被抵掉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编制 革命资产负债表 那个表外吧 P公司的 有几个项目数字有变化 就是你看长期股价投资 长期股价投资 前面表里面 给的这个数5000 然后再往下 实售资本的这块呢 给的是P公司是7500 资本公计也是5000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是进行投资 这笔分路 当然是要过入到 P公司的账上 反映到P公司的报表上去 那你那边是5000 再加上一个8750 外部界长期股价投资吗 所以后面你会看到这个数字 股本呢 也同样 这有一千 在P公司的账上 反映到P公司报表上去了 那我们 在原来合并之前的基础值上 要加一千 资本公计呢 也一样 原来是5000 那你再加上一个7750呗 所以真正抵消 是母公司长期股价投资 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你千万别说 这还有个资本公计 7750怎么没抵 这个资本公计 与子公司一点不招标 这个资本公计是母公司 发行权益性证券 并购子公司时形成的 它会反映到母公司的账上 母公司的报表上 这应该要清楚 所以这里面 你看长期5000投资 这个13750 实际上就说 原来给的是5000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8750 那就形成它了 13750 当然现在资产的合计数 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再看实收资本 原来这个数字给多少呢 合并之前的报表上 给的是7500 我们并购发行1000万股股票 那好了 加上18500 资本公计 这个数字呢 原来给的是5000呢 再加上 7750呗 不是我们做的笔分路吗 有个7750 好我们再看 那你说 S公司这一边 整个这一列数据 是S公司的账面价值 还是公园价值 当然是账面了 说反应公园 那应该是在合并报表上来完成的 合并报表上由账面调到公园 那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S公司 好了 这都是账面 就把前面表里的一些账面都过入进来 那下面 我们前面所编制的 这叫调整分路 由账面调到公园 那这边叫抵消分路 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该借方过借方 该贷方过贷方 过入进来呗 最终算合并金额 其实这又一次看到了一个程序 有工作底稿 然后吧 P公司 S公司 个别报表数字 过入进来 当然我们这里有算个合计数 他没算 没算也没关系 反正你最终合并数对了几 编调整分路 抵消分路 编完之后 最终就会算出这合并金额呗 这就是他的一个处理过程 慢慢按照这个来进行反应 所以你看 当时借方借存货 那就是19500在借方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1650 抵消分路里 带长期股权投资8750 反正那些该借借该贷贷 之后呢 就算合并金额 那合并数啊 对于资产这一边 一定是合计数 加借方减贷方 因为资产借方增加 带方减少 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那就说 先算合计数 说长期股权投资 13750 加上一个2150 这是他的合计数啊 原来的 加借方 加上一个1650 减带方 带方是8750 这个数吗 那这就是说 最终形成他 算合并数 我们对于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带方增加 借方减少 那你这个计算怎么计算 比如说以资本公积为例吧 资本公积有这么一个数 这数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同样资本公积合计数 就应该是的 12750 加上一个1500 加带方减借方 我们加上的一个是 5345 减去借方的 6845 这不是他吗 那这个数字就形成他 那别的项目的合计数啊 一般大致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例子还是很好的 我们开始是说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计量 因为一次达到的 合并 非同意控制 我们有合并成本 那这里是发行 权益性证券的供应价值 这个供应价值也说了 如果正式考试时 可能会说 哪一天是购买日 收盘价值多少 那你按照那个来进行反应 就行了 下面看教材的例16 甲公司2011年1月1号 以定向增发公司 普通股股票的方式 购买取得A公司 70%的股权 甲公司定向增发 普通股股票一个亿 每股面值是一块钱 甲公司普通股 股票面值每股是一元 重了 反正一块钱吧 市场价格每股是2.95 甲公司并购 A公司属于非同意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有时可能会直接告诉我们 有时要经过一定的判断 才能确定 到底是同意控制 非同意控制 甲内不考虑所得税 甲公司增发 该普通股股票 所发生的审计 以及发行等相关费用 就是这些不考虑了 然后说A公司 在购买日 股东权益 总额是三亿两千万 其中股本两个亿 资本公积是八千 盈余公积是一千二 为分别利润两千八 A公司购买日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为三九二零万元 公允价值三八二零万元 存货的账面价值两个亿 公允价值两亿一千一百万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一亿八 公允价值两亿一 那购买日股东权益 公允价值总额是三亿六 所以在购买日的一天 给了一些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不管是资产负债 负债如果说由账面调到公允 其实也就是那个货有负债 也说过货有负债呢 个别报表账上不能有 不符合负债确认条件 但这件事情合并报表上 可以有它的公允 它可以有 因为我们是把总的对价 分摊到各项资产负债上去 既然说总的对价里面 已经考虑了货有负债了 当然我要把它给分一块 所以它可能会涉及 由账面调到公允的问题 别的就不会了 正常考试时比较多的 也都是资产这一块 你要考虑由账面调到公允的事情 好我们这个题目 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 一共呢 现在发行的是 这里 普通股票方式 发行的是一亿股 那一亿股呢 告诉美股的市场价格2.95 可以乘以2.95 代方股本 当然没有特别说明 美股都是一块钱的 资本公积 是差额倍 股本一价 19500 这是一个 然后在购买日这一天 我们要将 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到公允 再回到前面看一看数字 说给定的呢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是3920 公允价值3820 所以它相应的会调解100 存货账面价值是2个亿 公允价值2亿1100万 会调增1100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亿8 公允价值2亿1亿 会调增3000 所以借存货1100 固定资产3000 代应收账款100 形成总的 公允价值比 账面价值多了4000万 那就代资本公积位4000万 这样呢 被购买方购买日 账面所有者权益3亿2000万 公允的所有者权益3亿6 那么形成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关数字的计算 纪约例16 基于资产和负债供应价值 对A公司财务报表调整后 有关计算如下 A公司调整后的资本公积 就是说原来给的资本公积8000 由于对子公司这些资产 由账面调到公允调增4000 加上吧 算出1亿2000万 抵消分路时 底的资本公积抵消数 就是1亿2000万 A公司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总额 调整前的账面价值312 我们要加上一个4000 变成316啊 其实公允的数呢 前面也告诉过 我们真正要算 就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计算 多了4000吗 如果说这题目 真的要是考虑所得的影响 你说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总额是多少 比如说 稍微变化一下 若考虑所得税影响 然后呢 我们所得税的税率 是25% 那你这一块 我们要计算 说调整后 股东权益 总的金额数 调整前的是3亿2000万 那我们对这些资产调整 总数呢 是4000 我们要加上一个4000 得怎么样呢 得要乘以 1减去25% 这么一个数数 剩下加300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就是3亿5000万了 所以看情况 我们一般的来讲考试时往往说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比较多的都是这种情况 你要考虑的话 一定是把增值这部分 乘以1减去适用的所得税率 增加股东权益 我们再看到合并商业 这个合并商业 合并成本29500 就是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平价值 然后要减去316 这个体验是316乘以70 这让大家看 要是真考虑所得税合并商业 是315乘以70 当然数字可能比4300多了 那之后少数股东权益 316乘以30% 没问题10800 这样一些数字 少数股东权益 当然按照调整后的子公司的净资产供应价值 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然后我们看抵消 这方股本两个亿 资本公积呢 原来账上给的是8000 我们又调了4000 所以要抵的是1亿2000万吗 盈域公积底的1200 未分别率是2800 没有问题啊 商业 4300 那你代偿你股价投资 29500 少数股东权益算过 10800 这就是购买日 要将子公司的一些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元价值 然后再进行抵消 调的时候都寄到资本公积去了 那你资本公积底销时 把那个要考虑在内 也有的同学说 说那你调整时 为什么是资本公积 我们这样来想吧 你要在合并报表上 把子公司的一些资产负债 由账面调到公元 能对应负债的项目吗 肯定不行 没欠谁 你从合并报表 角度欠谁了 不可能是负债 那你能对应股本市售资本吗 那都是定死的 股本代表发行资外的股数 那你失收资本的 那也是享有注册资本的份额 那你对应留存收益又不是很合适 留存收益是说 生产经营过程中赚 最后呢 没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只是说把资产 由账面调到公元 所以这个数字呢 我们就类似于 说是类似于股东投资 那你没有反映到股本里面 增加了 它的价值了 放到资本公积 没有资本公积 你对用别的也不合适 但是你说 我们把资产由账面调到公元 对应资本公积了 反正对资本公积 还是要被抵掉 这么个过程 第二个大的问题 非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购买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变支 既然在购买日 我们认定的子公司资产负债是公允 那你从合并报表角度 以后这些资产负债减少时 影响损益 一定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下去 这是必须的 下面我们看 第一个对子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怎么个调法 就是购买日这一天 资产负债是公允 那以后呢 你要把它调整到 按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数字 那它调呗 实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 反映为在购买日公允价值 基础上确定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等 在本期资产负债表 中应有的金额 不是它账念 是认定购买日公允 要是以公允价值减少 到某一个资产负债表 应该是多少 调到多少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我被购买方一项固定资产 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题折旧 没有残值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10年 购买日是15年的1月1号 在这一天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 100 经过评估 我们认定的这个价值数 是300 那在购买日15年1月1号 就应该把固定资产 由100调整到300 以后呢 就应该是以300为基础 持续计算的金额反应 我们看到了15年底 账面上给我们的数字 提了一年折旧 一共10年 它提一年提折旧提10万 所以账面上变成90 我们购买日认定的这项固定资产的价值到300万 那以300万为基础 提折就一年提多少 提30 所以 提完30之后 在15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日 数字是270 这270就相当于按购买日 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 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什么叫持续计算 这叫持续计算 好了我们 这就说 在购买日供应价值基础上 确定到在本期资产负债表应有金额 那你固定资产应有的数 270 我们再看一年 16年12月31号 被购买方自己账面上的 这一项资产的价值变成多少 80了 因为又提了10万的折旧 如果认定购买日是300 过了两年之后 应有的金额呢 240 一年提折就提30 又提了一个 30 那这240同样 就是按照购买日 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吗 它就是它 我们就这样来处理呗 所以 你就会发现 按照购买日 公允价值计算的利润 和账面上 它计算的利润会出现偏差吗 比如15年 自己对固定资产提折就提10万 而按照购买日 公允价值提折就会提30 那利润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像长期股价投资部分 也谈到了 说公允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作出调整 完全应用的 就是这个购买法的处理 一样的 购买日是认定公允 资产以后减少 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减少 正常 那我们看接下来怎么调 日后的调整 以固定资产为例 说假定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 那我们的调整是这样 在投资当年的 借方借固定资产原价 在资本公积 由账面调到公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说体力告诉考虑所得是影响 你就应该借资本公积 贷方地严所得去负债 一定是要做的 然后固定资产当年 你得按照供允价值提折就 供允价值提折就 前面大家也看到了 肯定比账面价值提的要多 当你供允高的话 比如说按照账面 一年提折就提10万 按照供允价值提折就会提30 那你当年说供允价值提折就 那时候要给补上 补的时候 接地管理费用代方固定资产 累积得就 然后呢 暂时性差异时间就在减少了 减少时我们在借方 地严所得去负债被冲掉 地严所得去负债转回了 代方代所得去费用 那为什么会减少 你再看看这图 在15年1月1号暂时性差异有多少 我们假定账面价值跟计费基础是一样的 那是差200 因为我们合并报表上的账面价值300 计费基础100呀 那是200的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是到15年底 账面价值合并报表上变成270 而计费基础 那是90 你看现在就变180了 这不就在硬纳税暂时性差异就转回吗 变小了 往回转 16年底就变成了160 如果你10年之后就变成了 没了 零 因此呢 我们就会有借机地盐所得去负债 但是代方不是资本公司 毕竟往回转的时候是当年 补上提的折旧 你寄到管理费用了 我们假定把它寄到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影响利润总额的 暂时性差影响利润总额 那我们地盐所得去负债对应的是所得去费用 这别出问题 这是考虑所得税的情况 那如果说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也跟大家谈到过 连续编报的什么调整分楼抵消分楼 替换这件事情必须清楚 那涉及到所有者权益项目的 你要把它换成相应项目的叫年初 那如果说涉及损益的 你换成年初位分别利润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 开始做过借固定资产带方资本公积 好了连续编报换成资本公积年初 那前面又做过借资本公积代替严所得去负债 同样借方资本公积也要换成年初 然后要是有过年初累计要补替折旧 比如说上一年 做了借方借记管理费用 损益类型都换成年初位分别利润 再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你报表项目吗 虽然我们说后面说你贷累计折旧也行 因为以前确实资产负债表上 有过累计折旧项目 我们现在都是固定资产了 所以写固定资产显得更地道 那如果我们上一年曾经做过 借方借记地缘所得去负债 代方代记所得去费用 所有损益类型的 那你所得去费用换成年初位分别利润 都这样 我们在考虑当年的 所以先是把期出影响所有的权益这些愤怒 做很好的替换 然后你再考虑当年 当年补替折旧 借管理费用带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那我们当年由于补替折旧 应纳税暂时性差又转回了 借地缘所得去负债 代方所得去费用 同样因为补替折旧 管理费用影响利润总额了 所以地缘所得去负债 对应所得去费用 基本就这样 那我们一起看一个例题 15年1月1号 P公司用银行存款3000万元 购得S公司80%的股份 假定P公司与S公司的企业合并 属于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日 S公司有一办公楼 其供引价值为700万 账面价值为600万 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为20年 没有残值 假定A办公楼 用于S公司的总部管理 其他资产和负债的供引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等 假定 S公司的会计政策 和会计期间与P公司一致 不考虑P公司 S公司内部交易 及合流资产负债的 所得是影响 我们基本考试 不怎么考虑所得是影响 但你也要有所准备 他一旦要考试考 你也不能不会 我们看一看 这个题目的要求 一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编制15年12月31日 对S公司个别报表的调整分论 第二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编制16年12月31日 对S公司个别报表的调整分论 15年底的16年底 那首先我们看15年的 固定资产是由600到700 我们要借记固定资产 带资本公司100 那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这是15年的1月1号 而这一天 购建的公司 这是属于购买日 我们这一天当然呢 你要编合并报表的话 就会有借方借记 固定资产带资本公司 有600万到700万 没问题吗 因为有时可能考试说 你购买日来进行编制 那让编咱就得编呢 那现在呢 现在说15年底 所以有同学说 1月1号都编了 15年底怎么还编呢 就嫌烦 我前面跟大家谈到过 合并报表上 别管编的什么分路 都是一次性的 只是算这次编合并报表数字用 不要认为编完了 我今年已经做过了 今年再编合并报表就不用了 那比如说 第一季度 编合并报表时 仍然有借固定资产带资本公司 半年度的你要编 也是借固定资产带资本公司 算代次的 我们现在15年年底编 算15年年底的 你照样是借固定资产带资本公司 必须的 然后 多的这部分按照20年提折旧 我们按照公允价值 当年多提折旧5万 就是700跟600的差吗 100呀 100除以20 补上呗 借记管理费用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 这是15年 因为没有考虑所得的影响 好我们再去考虑 要是16年的时候 你上一年别分路 只看上一年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再想 我是不是还得想像14年呢 我是不是还得想像13年呢 我是不是还得往前想像25年啊 你别到时候把少年日同时候的事都想起来了 我们没有 只看上一年 那就说15年要做过这样的分路 这里所有的权益项目 只要碰到所有的权益项目 损一类型的影响所有的权益 下一期抄下去 把它换成年初 所以自然16年会有借记固定资产100 代方资本供给年初100 16年自然要把管理费用给它替换成 年初一分别利润 然后你代固定资产 累积折旧呗 所以看一下 16年时 借方借固定资产100 代方资本供给100 我们上一年不是借管理费用吗 所有损一类型的替换成年初一分别利润 借年初一分别利润5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5 然后呢 当年呗 当年又得多提要给补生5万 借管理费用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 没有什么复杂的吧 好我们再考虑一下 如果是17年呢 分路会是什么 借固定资产带资本供给100 没问题有 然后你看借年初一分别利润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是多少了 10 没错 你这笔分路 年初一分别利润 也影响到 期末未分别利润啊 所以这笔分路还要做 借年初一分别利润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5万 那我们这个管理费用呢 同样呢 你要换成年初一分别利润吗 借年初一分别利润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 那这两个加起来不就是吗 10 然后考虑当年的 当年的话就借记管理费用 代固定资产累积折旧就5万 其实就这样做 而不是说 就多么的复杂 你通过这样的调整 就会看到了 自然的把固定资产 别的资产也是如此 由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调整到按购买日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结果 一定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们回到前面那个 就这个图 就说这种情况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得先借记固定资产 代资本公积 200 好了 这多了200了 然后我们当年 是不是多提折旧20 你在借记管理费用 代固定资产 20 那不就调整180吗 90到270 调整180呀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调整的 整个过程要清楚 你就认为是 开始在合并报表 购买日认定公允 以后以这个公允价值 危机处去减少 资产减少往费用力寄 就按这个来处理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谈的是 非同一控制 介绍了购买日这一天 应该呢 要将此公司的资产负债 由账面价值调到公允 因为是购买法 然后要是以后 应该调到按购买日 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结果 这个我们要清楚 好 这一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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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